大家早 在天氣形態來說 晚上的時候 中南部的沿海部分 都有明顯的陣雨出現 最重要就是西南季風的水氣發展 進入到臺灣的陸地 地形的抬升作用 所造成的降雨狀況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出門去要注意什麼了 往北走 溫度高 中午的高溫 在西南風的吹浮之下 會達到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多喝水 會中暑 那到了中部地區的山區 下午容易有濃霧 因為午後會有熱力作用的降雨 就午後雷震雨 山區部分就有濃霧 而往南走 雨明顯的偏多 午後有雷震雨 早晚的時候 都有地形的降雨出現 在今天 明天 後天 這三天時間 南部地區要嚴防局部低洼地區 會有積水的可能性出現 尤其是在晚上到天亮的時候 這個海陸風的作用之下 再加上地形抬升 而東半部地區是被封面 所以是陽光強 甚至在臺東大午 會有焚風的現象 西南風的增強 震雨要增多了 週休往北走勢炎熱 往中南部都要被雨拒 我們就來看到現在 這個時候的衛星雲圖了 衛星雲圖上 先來注意到第五號颱風 未來會往北 之後到下週二 週三 會偏轉到日本的這個北部地區 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系統是沒有影響 但這個系統的尾巴 有沒有看到這條尾巴 這條尾巴會隨著 他接近日本的時候 開始整個拉到臺灣的上空 所以南臺灣的降雨 將會明顯的增多 尤其從明天 後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南北天氣大不同 北部大太陽 南部有震雨 就是從外海這邊進來的水氣的影響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整個路徑了 未來的路徑來說 到了禮拜天 禮拜一的時候 開始整個就逐漸的 往偏西的方向走 最重要就是東邊的太平洋 高壓勢力開始增強 但他接近日本的時候 整個水氣發展 就會拉過臺灣的上空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 今晚的地面圖上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小的低壓帶 已經隨著他的整個系統 在往北移動 而開始逐漸的往日本的東南方走 這個系統 未來到了日本東南方 到這裡也有機會發展 那再來就會往日本九州的方向移動 那我們臺灣上空 大環境風場是吹著偏西南風影響 所以未來幾天都要特別注意 南部的降雨 相對的會比較明顯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溫度了 今天的外島地區是天氣晴朗 只有在澎湖西南風影響有陣雨 臺灣本島南北不同 北部是灑溫 可是中午溫度高 那東部地區雲多有短暫雨 尤其下午以後 南部在早晚都有明顯的降雨狀況 在嘉義以南的陸地沿海部分 而東半部地區是天氣晴朗 臺東大午要注意有焚風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炎熱的天氣在北部 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南部的朋友外出活動 記得攜帶雨具